哎呀呀 出大问题了 你们还记得上次见到展示区吧 现在所有困住动物数量都开始指数增长 比如这个犀牛蟑螂展示会 能说的行有多少吧 运进来两个 现在变成了16个 好家伙 不管321就肯定生呗 这得赶紧处理一下 全部选中 就留那么一只公仔一只母的 上次你们说靠蟑螂发财我没信 现在我真服了 送到交易中心等着人收 然后蜘蛛展示会看咋样 这也不少呢 也有个7只 也是啊 留下两只其他人全部送走 这个绿猎蜥还算是比较保守的 1 2 3 4 就4只 那就要送到两只啊 4只绿猎蜥住一个展示会 也挺挤得慌 钻文龟这边 也爆炸了 这比蟑螂数量还多 发财了发财了 折一波收入直接上半呀 见了这么长时间动物园 没想到最后还得靠小动物发家日付 小乌龟的潜力是挣得大 那虎晶石 现在是白晶石了 这边咱也吃算了 白晶都放进来好几天了 人还是稀拉的 就这么几个 白晶我这么多设备了都 白晶这么不受欢迎吗 这看上去也挺好的呀 也可能是咱们这个白晶石太大了 游客过来半天也见不到白晶 太开运气 行吧 你们随意呀 反正我这想看 这就用敌人生观看 等之后有大型海洋动物模组出现了 咱们这个大石子不就会发过作用了 OK 来咱们继续投资啊 其实今天我打算建一个斗兽厂 但是仔细想了一下 斗兽厂里斗兽 是不是有点不太人性化 这样吧 大家决定 其实游戏而已也能见 动物乱斗也可以给大家过过眼影 真实世界还是必须要爱护小动物的 今天咱们开发一下眼前这块土地 空了老长时间了 面积也不算大 省得养个体型稍小的动物 对了 上次更新出了一个长皮猴 就见个猴子棋地呀 那老规矩 还是先上围栏 猴子棋地用这种木制围栏就挺好 不会被撞开 这边开一个玻璃窗口 游客观赏区 另一次也开上两个 有这两个观赏区就够了 棋地入口放到这里 离入口员工区稍微近一点 方便照顾 这就不用另外招人了 咱们改造一下气地环境啊 挖个小坑代表来点水 然后用石块摆个小瀑布出来 有那么个弧度就行 再随便来上些花草树木 把水加上 石块这里放一些瀑布特效 让这水流从上而下的感觉就出来了 水面上再加点浪花 OK 非常完美 那猴子肯定还需要攀爬空间 来几个小的攀爬架 有了攀爬架就不能让它们上围栏了 围栏的顶部将是防发护栏 这样它们就翻不出来了 来到市场上买上两只长鼻猴 一公一母 送到这个气地 这边玻璃围栏咱们再做个调整啊 放上一个交易解锁板 告诉附近的游客 这里又是长鼻猴的气地 站着找一会儿就能看见长鼻猴了 另一边的观景区也是 大电视一家卷管枪 好家伙 玻璃围栏外面就是占了这么多人了 搞到旁边的路都有点挤了 挤也没办 之后这里改成一个活动区 休息区 这样就宽松多了 来看看长鼻猴长啥呀 这鼻子这么大了吗 肌肉也是非常的发达 呲 长得跟个老头似的 有没有人知道这大鼻子有啥用呢 我听说是为了吸引异性 那是长鼻猴的神本 就是有点激情了 并且有人说 长鼻猴鼻子越大 身体越强 凡是能力就越强 这也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结论 来给长鼻猴放点玩具啥的 小冰柱子 冰球 这边天气这么热 给它们降降温 再来个小球 两个礼物盒 这俩还挺有眼力见的 就在玻璃前面活动 就很能套游客 这是要干嘛 别稍微不移了 哦 在这边清热 可以可以 这么快就混熟了 那这长鼻猴气地之后 肯定会多好多小宝宝 对了 还没有蓝色呢 得给它们腾个场地出来 就这儿啊 来个小蓝色 供它俩休息 遮风挡雨 看着俩人这么恩爱 我这心里是非常的欣慰呀 那行吧 今天咱们就玩到这里呀 都说场的话 下期再说 喜欢的点赞就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